然后让我们来讲一下这个造型 这个平杆 这个是一个平杆 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然后这个我会分成两部分去讲 一个就是一个整体一个造型 然后一个就是一个 这个英文字母的这个拓幅 这个文字的一个拓幅 这个工程量会大一点 说还是分开讲会好一点 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的一个杆子 但是我们要先把这两个东西 然后复制一份出来 我们也是要以这两个东西的一个基准 去把这个盖子给它做出来 我们把选到这个平身 选到这一圈面 我们去预控对象做一个分离 选到它 然后我们到这个边界这里 去给它按下拖出来 然后这里的话会稍微高一点点 这里的话到时候会有一个东西 铺在这个上面 拜拜 然后我们网内搜索一下 应该是到这个地方 然后最后只是比这个 平口会稍微高那么一点点 那就到这里 然后把它鼓里转 选到这个面 把下面这个面先给它粘掉 然后记得反转一下 然后选到这上面这个顶点 在这 然后去做一个封口 然后它这里是有一个小小的一个图形 所以我们去连一条线 像这个把它往外拖一下 连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给一个变远 因为这里的话就曲率不均匀了 下面也是 然后这里的话可以不变 但是这里的话我们要去改一下 然后我们就会用到一个曲线 接着选到所有的点 我们就要去改一下 我们到这里 做一个曲线 下面也是这样 OK就先这样子 然后我们 选到上面这个面 按角度选到它 然后记得关掉 一定要记得关掉 然后插入一下 然后我们用说法 然后往内收一层 收一下 然后选到外面这一圈边 去做一个切角 这个是比较大的 所以你一定要用到这个插入 然后再去用说法 不然你直接插入到这么大的话 它有一些线会相交 然后 这个的话给大一点 这应该是十左右 对 然后给两条线 好 参加到这里 然后这个的话我们要去 也是要给一个切角 这应该是个三角形 对 然后这个我们就弄好 然后就弄一下下面的这些 这个也是会给到一个切角 这是有到一定的这个弧度 那这个还是会大一点 用到均匀吧 OK 我们选到这个给它来一个四字流 这个就不用这么大 还是会有一点点起伏在这个地方 当然这块可以后面再做 这个后面再做 到时候我们要去做一个壳 这要对齐 好 这个弄完之后 复制一份 先对齐一下主标 复制一份 然后给一个壳 因为它里面的话也是有不到一个结构 这个壳 然后是往内 给一张角拉紧 记得 然后看一下这些地方这个线 会不会重叠 没有的话就可以通过 我们就拿这样的一个后面 我们选到里面这个面 它线掉 然后去分离出来 直接分离出来 我们要去做一圈的这个螺旋线 先点一下 连接三条线 那你就选你要断在哪个位置 我们要去到左视图 然后的话到这 直接把这个面反转过来 可以好操作一点 去到肉视图 从这里 那你从这里连过来 你把这里是这条线 是连到这个断口这里 可以直接把这个删掉 这也是 这样就 那我们就把这一圈的这个螺旋线 给它做出来 去到左视图 然后的话 记得应该是挤出 把前面这条去掉 所以就是我们这个高度 要是这一圈这个线 我们要去做在那个平身上面 这就是另外一部分 好 我们转到面 给个几球 记得是按局部发现 不容给他一个 这个闪掉 这个闪掉 闪掉 我们应该是在这个内部去做几处 应该是在这里 好 我喜欢起来 还是把面给他翻转 好 然后 切小 OK 有些东西的话我们就做好 这个不用去卡印 那我们就退出来 退出来 去到这个 附加它 去到所有边界 转到点 焊接一下 那就是做一个挤出 好 这个方向去做一个挤出 那这个的话 是 去到底势图 应该是连到这里 选到这圈东西 给个切小 不 给个几球 也脱下就好 那是 打平 应该就是到这个地方 然后的话我们去卡印这个线 就好 记得细分均匀 没 然后就是卡印这边 好 然后再去做一个切小 因为 如果在前面去做了切小话 到时候你就不是很太好 去对这个东西 这次有一点点的起伏 我们这去卡印一下这个边 那这个东西的话我们就做完了 材质的话这个 这只是给了个物颜色 我也尝试过半透明 但效果不是很好 还是直接用个物颜色 所以要调一下这个 长鼠就好 主要就是这个颜色 颜色调好就可以 就这样子去做着一个 透明的一个材质 好 然后这 这个这一部分的这个造型就讲了 等下他再去讲这个 上面的这个文字一个拓幅 好 然后这个视频的话就先到这里